大家好 现在是2020年的10月27号 现在是中午的13点13分啊 看看一个企业家啊 在中国大陆的困境 他们有多么的难 然后地方政府又对他们如何的 各种的打压 各种的敷衍色泽 有好处的时候就来了 没好处的时候 或者说法律有模糊的时候 就把责任推给企业 让企业不能说血本无归吧 遭受重大损失 我们听听啊 我跟你讲 我都想逃离广东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广东啊 这两年在往外轰企业 往外轰啊 你别看怎么样 他们不要这些实体经济 你不要听他们的 知道吧 广东不要实体经济 在轰企业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理由 是环保啊 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啊 我警告把那个翻场建在广东了 知道吧 原来总长在福建 所以广东这两年 任何屁的政策都没有 现在福建的政策比较起来 在这位企业家看来 要比广东好 原来他一直在广东做生意 我们也很熟的 他在广东的这个珠海呀 中山呀 大概这一带 我为啥跑福建去呢 就是因为这两年福建的政策好 知道吧 福建省从人口从面积从经济总量 要比广东差一点 所以他可能对外来投资可能更看重 我为啥跑福建去呢 就是因为这两年福建的政策好 对 产业结构调整啊 广东的企业太多了 零碎的太多了 人家不想要了 没干了 你台湾厂 在五年前都走完了 都跑越南去了 我刚来的时候 零八年就开始陆陆续续跑了 也不欢迎他们了 因为当时给的最好的政策 价格最低给他们的 那你当时给他们的土地多钱一亩吗 五万块钱一亩 五十年 富青 一开始啊 吸引外资属 包括台资 给的政策太好了 那会儿求着人来 现在后悔了 是吧 说是五十亩地 说是五万块钱一亩地 五万块钱 一次就付 就等于是五十年的 租给你五十年 才要五万块钱 那会儿中国穷啊 现在可能不上算了 所以呢 用各种政策挤压你 所以他说从零八年开始 台湾的台资企业 就开始往越南走了 到越南 那边可能给的政策更合适 然后他说五年前 这个台资企业 基本上就走光了 这是他在广东待了很多年啊 他搞厂子 海南的那幅性质 海南是自贸港 海南是自贸港 贸港呢 又比自贸区高一个级别 自贸港比自贸区还高一个级别 这边要做服务 大服务 大产业的什么呢 大服务 大健康 什么大旅游 大金融 搞这些东西呢 他不要实体 四处招张是没错 可是那边的政策不信 你看我这边 反十年的税收 十年的税收 反60% 并且给我一座矿山 给我一个发电厂 我通着这个发电厂和这个矿山来 给十年的税收优惠 每年交的税返回了60% 还给他一个矿山 给一个发电厂 你呢 这就是你太外行了 谈出来的条件 知道吧 那得你双方的底线了 明白了吧 谈出来的条件是双方的底线 我们开门的条件 就得很优越 再谈下来就更优越 明白吧 我不瞒你说呀 知道吧 我不瞒你说 我原来前年不就投了一个江苏丽阳吗 给我搞死了吗 赔了4000万 在江苏丽阳投资 赔了4000万 没有人的地方 我就不敢去了 知道吧 没有人的地方 他可能说是有自己的熟人 自己的关系的地方 不能去 你别光看这贼吃 我没有贼挨打的时候 知道吧 不去不去不去 我老家就那的 我老家就那的 张苑 老家是那的 雄安新区 不去那 没发展 他一直在南方 在南方搞厂 拿到吧 你们那做服装的厂子 我记得都 我的车间一楼都18米 那一层18米 你说你整个楼高有18米 这样起来 345亩啊 这块地 345 什么样 345亩左右 他这块地 给他 让他建厂 这白给 我都不要 我都是废铁 设备 你那设备买回来就是垃圾 知道吗 不懂什么叫标准厂 他不懂的 你拉倒吧 你能卖的 就算怪了 跟买地的钱 我都交完了 交完了 下个月 他就把那个地款退给我 哦 买地先买 然后再退 怎么会租呢 你懂不懂吗 这投资 不贵 本来他不要钱 我说不要钱不行 不要钱 我的地就死了 多少钱吗 中央定了 9万9 9万9一亩地 买350亩差不多 就说10万 10万乘以350 3500万差不多 3000多万吧 我买这个300亩土地 还没有我广东的那个 40亩土地之前 啊 在福建买了300多亩地 然后在广东买了40亩地 但是还没有广东的之前 那就是地价 差了大概9倍 至少差9倍 还是福建 福建的地便宜 不是不贵 我 我卖给他了 他还得把钱退给我呢 真的吧 发改委要返还的 发改委要返还的 你以为他收起来啊 那哪能行 发改委还把钱还给他 返还 如果政府的地 我不要你钱给你用 这个地千万不能要 白给不能要 为什么呢 他慢慢的 你这届政府给你好 下届政府就给你涨税 知道吧 给你涨税 对不对 他跟我签了10年 减60%的税 那好 那比如明年换书记了 他立马就改方案了 对不对 那我不赚你这个便宜 这就是招令息改 人在人情在 人走茶就良 而且是换一个书记 换一个头 一个政策 这个熟人 这朋友不在了 就没人罩着你了 这还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还是人治 政府白给你的地 是不能贷款的 明白吗 将来不能用 明白没价值 白给的地 不能贷款 没价值 他想用土地再贷款 作为经营的资金 可能是 有些便宜是不能占的 知道吧 那我现在我3000万 4000万买下来 你再给我退回来 那我弟可以22万 一股贷款呢 最起码你能贷个 五成六成啊 生意人 生意人会算账 你没有明白 我说的话 你没明白新国大 那地方没有人 知道吧 政府没有人 你不是搞死你啊 就得有自己的靠山 是吧 得有自己的硬人 这人得硬 东北话叫硬银银啊 我那个江苏的也有配套啊 也有配套啊 被搞死了 被搞死了 我这个厂就被他政府 当地政府活生生的搞死 以查环保的名义烂七八糟的 都搞死我了 厂房也不是我的 完了以后呢 就因为离着老百姓 75米 他把责任推我身上 那么我把这个东西都 都告到省里了 官司赢了 钱没有 我就跟他倒闹了 干嘛 他那厂房距离居民的住宅 可能不足75米 但是不是他的责任啊 是吧 你政府规划的时候 你为什么允许他离居民的住宅 是吧 不够75米呢 但是损失由他承担 他告到了江苏省 官司赢了 得不到任何赔偿 赔了4000万 我那块就是投资了4000万 血本无归 血本无归 就是18年6月份 中央巡视组回头看 就把我这整关了门了 他管你坐汽车 不坐汽车 管你拉着 他就给你整平了 完了以后呢 你告到省里头 那当然我赢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厂房不是我的 老百姓也不是我安排住的 都是你们历史遗留问题 最后倒霉的是我企业 我历里的赔偿 也没有赔偿 他只是采认错误 没赔偿 那完蛋了 对啊 这历史遗留问题啊 如果这个厂房 距离居民的住宅 不够75米 那你政府有责任给解决 比如说把居民给迁走 或者把厂房挪一下 或者采取什么 或者给这个来投资的 像我们这个大哥 是吧 给他赔偿啊 对吧 这个完全合情合理的 很多时候政府 他不管他自己做没做错 但是最后这个损失 他不承担 让企业来承担 四千万 血本无归 谁的四千万 也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即便是 是吧 亿万富翁 也不是大风刮的 都是辛辛苦苦来的 我的合同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以后 序 没有说无条件收回的 啊 不过算说合同五十年 那没意义 是吧 他今年也快六十岁了 基本上 那就五十年 那你一百多岁吗 你传给自己的儿子闺女吗 这都 明年 明年就得这样 新国大 国营二 四起八 明年就是这样 那必须得来 那这个 再不写那么二百五万 政府也不是傻 政府是要税 他要的地有什么用 你看这边说 啊 然后又有人说啊 说这个钢铁企业 叫川威集团 四川的川啊 威武的威 在四川的 目前负债三百亿以上 早就该破产 现在还拖着呢 省政府照着 省政府保着呢 三百亿以上 这就是为什么 武奇风 我坚决不飞的 大家就明白了吧 在中国搞个企业 政府说让你赔个几千万 别说几千万了 他这个买卖 跟普通人上班的比是大的 是吧 你要是那种 是吧 动辄赔个几亿几十亿 甚至几百亿 跟玩的似的 中国这个政府啊 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责任政府 他们做事有的时候是很轻忽的 很草率的 虎头蛇尾 朝令夕改 一朝君子 一朝臣 还是人治社会 刚才这大哥也说了 得有人 有人照着你啊 这才行 可是这个人可能明天就调走了 是吧 你像我是做小生意的 我是做粮油批发 我也曾经有过呀 啊 为了 就打进去 打进去某个客户 也是又请客油送礼 每两天人调走了 你的钱白花了 是吧 这种事也非常的常见 看看吧 反正我们了解一下中国大陆的情况 哎呀 不乐观啊 形势堪忧 投资需谨慎啊 一定要谨慎 我再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